之前我们就经常说 中国的大外宣 宣传部门宣传口 很多人也好 包括很多机构也好 很多单位也好 做的都是相当差的 尤其是对外宣传 对内宣传我们不过多做评价 但是起码来讲对外宣传 我觉得起码中国在这方面 跟美国或者包括跟西方国家相比 差了很多 今天我在推特上 又看到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个消息 一篇推文 看了之后真的是好无语 人民日报这条消息叫什么 叫他配了一个三张照片 图文并茂 主题是香港各界 感谢中央政府雪中送炭 协助香港抗击疫情 而且还是用繁体写的 然后还做了一个注释 然后下面配了三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特别有意思 前两张照片是 前两张照片是 每一张照片上分别占了两个香港人 举着国旗和区旗 然后还举了一条横幅 两个人 两张照片加起来一共四个人 最后一张照片是这次内地派遣的核酸检测支援队的一个先遣队 一共七个人 两张照片四个人 欢迎先遣队七个人 大家你们如果关注人民日报推特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下面的回复 显然大家对于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推文 你无论是支持共产党的或者是反对共产党的 我觉得都无所谓 大家众口一词都是在骂人民日报 为什么呢 四个人欢迎七个人 这能代表香港各界吗 先遣队一共去了七个人 外边占了四个香港人 就代表香港各界表示对内地先遣队的热烈欢迎 我觉得人民日报是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一度怀疑人民日报是不是高级黑 你是不是拿着照片恶心中国共产党的 明明是香港目前 无论是民间也好 包括医护协会也好 对于这次内地派先遣队到香港 援助他们抗击疫情 这件事情人家反弹很大 人家都是反对的 人家不同意你去 你偏要去 这次可好 人民日报官方印证了 我们之前所说的 一共就四个香港人站门口 欢迎七个先前队队员 然后还号称代表香港各界 我都笑死了 难道一个人代表一百万人吗 哎呀 所以中国每年在这个 各个媒体啊 包括宣传单位啊 花那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养了一帮废物 你这还宣传什么呀 你这不是正好给了那些国外反反华反共的这个口实了吗 对不对 你说他们如果 剖几张照片在上面 恶心恶心你 大家下面还能 还能反驳反驳 结果你人民日报 你自己放了两张照片 上去 笑死了人了 简直 我感觉啊 现在这个中国的官媒啊 包括那个CCTV 是吧 中央电视台也是 有时候说那个话啊 让都无语 我甚至感觉这些官媒每年拿拿国家这么多钱 你还不如一些自媒体 人家对这个中国对外宣传的这个力度大 啊 效果好呢 一点都不接地气 没事啊 你总是给那些反华反共的送子弹 所以人民日报是不是要查一查啊 现在人民日报这帮领导是不是都高级黑啊 都收了这个美国钱了都 我把这个图放上去啊 大家看一看吧 看到你们看到这个照片之后 你们怎么感 你们怎么感觉 好吧